话题是您所看到的投信的买进 因为我要请维泰带一下 刚刚维泰您已经说了嘛 投信因为剩半个月在换股操作 卖掉苹果派 你看苹果派先看它通通 是在跌头 最近压力好大呀 苹果派卖掉了运输航运类股 这都是卖的 转进投信刚刚买进 那买什么 好 投信买的一个标的 其实刚刚宇哥有提到一部分 就是在LED的部分 一类了 对 LED 那另外来讲 其实它最近有发现在 硕化股的部分 似乎也有在部分去做承接 对 南亚国桥为什么 对 南亚国桥 还有像是这个东检 东检也是在投信 在最近这三天来讲 它算是有在 持续做一个买超动作 事实上是这样 因为其实南亚 它有一部分的一个产品 是EG 是EG 那因为EG的上产原料乙烯 这次的报价 算是跌得蛮重的 但是EG它相关的报价 反而没有跌这么重 所以变成说它的利差 有稍微出现扩大 利差扩大情况之下 当然对于这个相关的厂商 甚至包括像南亚 甚至说包括像你看到东连 你看到这样中迁 他们最近的股价都反而是往上去进行走高 另外来讲其实在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像ETF的部分 最近其实非常非常热 尤其是在中国大陆这一块 所以包括像是FH护生 FB上阵 其实最近都看到投信 有在这边比较积极地 在做一个布局跟琢磨 还有一类位发现蛮特别的电信 怎么最近法人在买电信类股 电信股就是看空的时候它会买 看空就避险 对它看空会买 那另外一部分可能就是USB3.1 这是智源这一类型 看到投信他们这次在布局 我个人认为说 它不仅仅是为了在这个年底的作战 像LED可能在第一季 它的营收还是要持续往上做成长 按照以往的经验 其实在数化股的部分 通常在第一季 也有这个税修的一个题材 好 感谢维太帮大家做下统整 内资当那个耶旦节 外资要准备放假去的时候 内资抬头的力道 提醒您不能小看了 投信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接下来我也不敢小看 因为外资的卖 它未免也卖太大了吧 鸿海跟外资有仇吗 可是呢 不是只有今年耶 请看鸿海2317的月K 屡见不爽 外资卖鸿海 它的卖都不是一天 也不是一个月 它是一段长时间 多长 圣洁会说 而且外资狂卖之下 股价当然就跌到了 聪明的融资就越跌越减便宜 然后呢 Bingo 鸿海就见到了最低点 最佳买点的底部 我画一下 在2009年最低点 2011年的时候 这边再来一个低点 2013年左右的时候 这边又来一个低点 时间来到了2014年 以上三次的这个经验 在杀的过程当中 啪的要命 见到低点 谁找得到 您找不到对不对 没关系 真前顾后圣洁 把以往鸿海走过什么路 外资怎么卖 讲清楚 看未来 OK 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 因为其实鸿海 大概你会发现 都是大波段操作 而且其实说真的 所谓的大波段操作 都是什么 大资金的部位在操作 因为你很难去拿捏 它的一个股价的一个高低点 但是如果就我们过去的 历史的轨迹 刚刚这个瑞涵有讲 其实当外资卖到 极劲的时候 它好像就准备开始弹 或是买到差不多了 它就会开始跌 它好像有这样的一个 循环在里面 所以鸿海外资 有点那么一点点 反指标 对不对 它萌买反而是追高 美卖反而是 有那么一点点味道 它是有一点点说 到最后那时候会有赶底 或者是怎样 就是买的过头 追涨杀底的一个状态 我们稍微看一下 就是说我拿11年跟12年 这两次的一个下跌的过程 跟这一次来比较一下 那第一个来讲是跌幅 就是鸿海股价的跌幅 这个从11年2月到8月 那大概经过6个月份 其实你看一下 鸿海每次跌就是半年 半年很难熬的 很难煎熬 真的很难煎熬 那一次跌真的蛮重的 快要腰斩 跌了45发 那你看外资是卖多少 卖了81万张 这个卖超幅度 真的是蛮大的 那融资增加多少 5万7千多张 还不到6万张 当年的EPS是7.63 这外资一卖 卖了八十几万 哇6个月 真的时间很长 对这6个月 真的是蛮难煎熬的 那当时的股价最低点是多少 来到61块5 那你看当年的EPS是多少 7.63 刚好是怎么样 10倍的本益比以下 这么刚好啊 对所以其实你看鸿海 他每一次的杀盘 只要到10倍本益比以下 好像买点就会浮现 杀了半年 然后本益比来到10倍以下 因为毕竟上面来看的话 它是一家还算蛮直优的公司 还是有赚钱啊 对当然有赚钱啊 对这是在2011年的时候 那我们再看在2012年的年底 到隔年的年终这一波 很巧又是半年 6个月 嘟嘟好 但是这一波跌幅比较小一点 只有26% 那你就可以马上看到说 哇 因为当年的EPS多少 8.01啊稍微好一点 但是这一次外资啊 哇也是不遑多浪啊 卖了113万张 我觉得这次好厉害啊 外资狂卖100多万张 100多万张 波段跌幅才2成6耶 对波段跌幅才2成6 可见你看它融资增加 其实16万张 但你说哇那还有 大概100万张在哪里 可能就是大股东这一块啦 要不然这个物质不灭定律嘛 股票不会不见啊 所以这个地方按照 你就发现说 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怎么样 大概一次都是杀半年了 我们感谢那个编辑 刚刚那张的图有够漂亮的 对 2012年12月份到2013年的6月份 这圣洁有说质量不灭哦 你多少筹码把它倒出来 100多万谁接走 有没有看到 那第二大段哦 又是那种 整个外资卖到最低点 筹码被融资整个接走 对 所以你看 但是你又发现说 融资跟这个外资卖超 还是有一段差距嘛 这个表示是有心人接走 没错 这个是很重要 那感觉上来讲的话 刚这个我们赵宇哥有这样吗 就是献鼓接走 宇哥讲清楚 能够用献鼓接走的人 应该属于 他就是不要让你知道 那个啊 就细细用献鼓去慢慢接啊 那杀到最后 一定是有利人士啦 我们只要有利人士 刚刚他已经讲过啦 而且用献鼓买 鸿海的人通常 都是那个很大手笔的哦 对 所以我刚刚讲嘛 其实我们操作鸿海的话 如果真的大部分 都是大波段操作 而且资金部位 坦白讲是比较大啦 那看一下 他说当年的EPS 大概是8.01 但最重要是从这两次的鸿海 下跌的过程 我们大概简单有一些结论 第一个就是说 他大约都跌半年左右 大约都跌半年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就是说 感觉上本益比啊 跌到10倍以下 就好像买点慢慢浮现 那你说外资的卖钞 或是融资增加的张数 感觉上比较不一致 那我们就看这一次 这一次你给他算一下 五个月还没高呢 现在大概跌五个月 你从这个七月嘛 七月开始它的建高点之后 其实到目前为止 大概是五个月 五个月也快到了 才差一个月就半年啊 对 就是也差不多了 所以也在赶底阶段了 有这么样的味道 难怪四万四万每天这样卖 对 那外资到目前为止 我们讲说这个波段 卖了多少 34万张 其实还算客气的 比较起八十几万张 跟一百多万张 那融资啊 感觉上比较有信心哦 融资这次增加的速度比较快 目前已经六万多张了 但是今年的EPS 我先讲 这是预估的 感觉上九块多啦 但是基本上 这个有高标跟低标 我们是先给它一个高标好了 这算是高标 但是你可以发现 如果它已经股价慢慢 有跌破十倍本益比的话 感觉上来讲 我觉得 红海的机会 应该是属于慢慢浮现才对 它现在本益比是大概多少 它现在大概在 我们讲说 以它今天的收盘价的 现在的股价来看 是十倍左右 如果它这个是高标 就十倍以下嘛 那EU很保守的 估是八块到八块半 那今天股价是破八十五 也是十倍以下了 所以 所以这个鼠方刚刚就有讲到重点 就是说 其实这个股价在这里 很值得玩味 就是如果你是高标的 已经到了 但是你的低标好像才刚刚到的这种感觉 那我觉得就是说 重点就是说 我会发现在过去的历程还有一个 就是外资通常 单日大卖的时候 你还先不要进场 因为今天还是卖超第一名 对啊 四万多张 对 你不要用这个手去接刀子 他现在还是卖超第一名 你等到他哪一天 卖超到十名以外了 股价有那么一点点在打底的味道 我觉得你可以慢慢尝试性的 感觉上整个投资价值的一个浮现 就会出现 参考 因为任何投资都会有风险 这个风险至少没有这个大 恐怖攻击行动也未免太夸张了吧 2014年对恐怖组织 莫非是一个他们施展身手吗 还是嚣张年呢 我上次有追了 其实在10月份 第一个让大家震撼下到的 好恐怖是在加拿大 10月22号加拿大 一名伊斯兰教的枪手 射杀战刚的军人 他射杀军人 然后还闯入到国会直接开枪 那个画面我们都看到 他用扫射的 然后遭到鸠仪队射杀 数百名的议员受困十小时 总共两死三伤 10月份 10月底已经够震撼了 最近这一两三天 雨歌啊 更严重的来了 非常不平静 我们现在看 就是最热在今天的一个新闻 巴基斯坦 神学室这个组织 六名恐怖分子 直接带枪着军服 闯到了陆军所设立的学校里面 公然在教室里面开火 手无寸碟的学生啊 太夸张 假设五百个人职 而且当着学生的面 把老师活活烧死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你看总共这事件来讲 造成141个学生或是恐怖分子 或是职员死亡 然后124个人受伤 这个是一个近年来讲 非常非常害人听闻的一个恐怖攻击事件 每天晚上国际新闻几乎都用头条在报道 那你看在前一天就好 先进国家澳洲 你看澳洲雪梨咖啡厅 它在咖啡厅在市区里面 一个枪手闯入 夹持了13个人职 然后对职17个小时之后呢 竟然一个枪手还造成了 两个人职跟枪手上面的一个事情 所以这个恐怖攻击事件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会让社会非常不安的 那对社会非常不安的情况之下呢 那就会造成了经济上面一个 无形的这个损失 影响到了金融市场了 我们把恐怖攻击事件 跟美国股市一对照 下一大跳还真的 宇哥啊 没有恐怖 每次有恐怖攻击事件 美股就跌啊 这一次的下跌 当然我们跟地缘冲突有关系 跟石油也有关系 跟恐怖组织也有很大的关系 那道琼持续往下跌 其实我跟各位先讲一个 它主要是跌金融跟石油类股 我讲道琼成本股的一个情形 好 那以恐怖攻击的这个行动 目前在这个 刚刚在阿富汗 我们刚才看到在阿富汗跟在这个雪梨 所展开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看到说 大家都会想说 联想到说 这次美股还会不会在 因为恐怖攻击而下跌 除了担心那个股市 会不会在因为恐怖攻击而下跌之外 我们更害怕的是 今年的恐怖攻击的这一群人 似乎他是有计划的 然后按部就班 往不同国家来进行扩散 我们之前还看到一个消息 好像在高雄机场 也有一个恐怖攻击分子 后来又被抓到 就发现到 他是列入到国际恐怖分子的 这样一个名单 幸好有把他抓出来 所以各个国家到底冲击影响有多大 我希望今天百分百的节目 恐怖分子看不到这个节目 因为事件实在是太大了 扩及层面影响到了全世界 因此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主题 如果今天要阻止恐怖攻击行动的话 很简单 我刚有预告 找到一个好的方法 什么方法呢 我们就把他的经脉断掉 你不要小看恐怖攻击组织 他们是赚钱的 还有盈利单位 他们很会赚钱的 宇哥 听说他们赚钱能力 比大企业家还厉害 赚钱的方法太多了 其实恐怖组织 事实上就是大型的武装黑社会 利用非法手段 勒索 绑架 杀人 那这些状况 去取得他们所需要的资金 我可不可以问一下 他们赚钱 勒索恐怖那些 难不成有一个脚本 在交每一个新进人员 这个历史上数千年来都一样 好恐怖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在国内的部分好了 我们先讲国内部分 大家都知道 国内部分有什么 收保护费 对不对 夜市有没有收保护费 我告诉大家 有 有人收保护费 对不对 摊贩有没有 有 还有什么 看你这个建商很好过去 对不对 我去卖茶叶 对不对 就给你卖茶叶 一斤可能要你15万 20万 天哪 卖茶叶 这个就是勒索 这个就是勒索嘛 所以榨取人民企业缴税金 其实这是灰色的 不是叫税金 就是我要卖你东西 你要给我钱 那个叫做什么 保护费 保护费 保护费我想起来 那收取过路费 其实是过去的啦 过去 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对不对 如果从此过 留下买入财 你好过费啊 这过去土匪都是这样子的 对 所以这个恐怖组织事实上是自古以来都有的 那再来就绑架取得赎金嘛 那我想国内最近是事不多 国外倒的蛮多的 我们待会再举例子 我们先讲的这个国内不是我们国内 而是恐怖组织如何在他国国内 运用这个手法来赚钱哦 还有非法交易也在国内 对 非法交易其实包含像毒品啊 武器的出口啊 白粉 所以这一部分对 都是他们获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来源 对 那国外呢 那国外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讲到出口煤矿 那这煤矿 煤矿 你不要看这个 这是特许权耶 这是特许权耶 那为什么黑道拿得到国家的特许权 绑标啊 我可以跟黑道和白道结合绑标 那我用特殊的手段 把它这个矿包下包下 我可以卖出去 真厉害哦 对这是一个嘛 绑标 官商勾结 或是黑道跟白道勾结 好 再来就毒品贩卖 那毒品贩卖我们刚刚讲到 包含像之前泰国 现在没有金三角 以及像阿富汗 还有种植这个因素 在毒品出口就对了 这个绝对是最大 海洛因 这个是最大的 那再来就捐赠资金 那其实捐赠资金这一部分来讲 我想应该是这样子讲 就是说恐怖分子自己本身 他有其他身材 比如说透过金融工具 比如说他本身就很会赚 不要以为恐怖分子是傻瓜 很多恐怖分子 他有头脑 有商业头脑的 你蛮会从金融工具里面赚钱的 所以他的捐赠资金所指的是什么 他把钱捐给谁 然后要干嘛 我举例子 宾拉登 大家都知道宾拉登生前很有钱啊 对不对 那他之前他就有曾经有捐赠资金去支援其他的恐怖组织 是哦 对 因为宾拉登本身是沙地阿拉伯裔的 他是沙地阿拉伯人出身的 讲到宾拉登我做个补充哦 听说那个宾拉登啊 你不要小看他 他学历高得不得了 而且呢 他那个金融杠杆操作 听说当时他不是双子星大楼飞机要去撞的时候哦 他先放空期货 先放空期货对不对 放空非常多的期货 所以最后被美国政府里面有抓到 所以他是少数在期货市场跟股票市场上面 非常活跃的一个组织哦 赚了上百亿美元 飞机两台是他安排的 何时要撞是他知道的 连放空点放空口述 好过分啊 幸好他被抓到了 这个就是非法交易啊 那其实我们国内在之前也有 只是他没有成功 因为背了一大堆的这个赌债 这个高铁炸弹科胡忠贤嘛 前一阵才刚才刚宣判 这个我有印象 宇哥啊 那个高铁那时候被抓到 高铁炸弹科他放了很多个嘛 然后干嘛跟我心一样 他是高学历 他是律师耶 他是律师哦 他之前前身是律师 还是他的partner 他的同伙是律师耶 当时好像听说 他就是期货 因为当时行情很好 所以是往上 可是他是做的是放空 放空期货 就都被嘎到 然后他希望他的空单部位 这一想天开 希望说反正我期货被嘎 那只要有消息 我就去弄个炸弹 预空他的期货空单 就能够赚到 哇真的 所以很多的犯罪行为 是跟金融的操作 有密切相关咯 犯罪的动机有两个 第一个是因为金融操作失败 而铤而走险 没错没错 那第二个就是 我一希望铤而走险 而从中获利 这两个就是完全不同的例子 一个是因一个是国 对对 所以我们认为说 像国外来讲 还有相同理念的恐怖组织 互相支援彼此金援 互通有无 恐怖组织还有国跟国的 这样一个平台 还有私底下 卖东西武器给北韩 这些都有 这都是过去美国在制止的 那为什么之前有台湾的 这个商人出口 那禁止的 禁止的高科技的东西 而被这个被判刑 被美国判刑的 所以我问你 那个ISIS 伊斯兰国 也是一样 他的那个武器 能够那么高阶 能够那么厉害 火力强大 莫非是别的国家 有的很强的武器 直接就 军火贩子 很多的军火的前客 会透过非法管道进去 那其实你只要有钱 什么东西都买得到 尤其是在ISIS 那样的一个地方 好恐怖 他所去的地方 都是包含像巴格达 伊拉克 那这个事实上来讲 是有很多一个 非法空间的这个地方 对对对 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那经济 这恐怖组织的经济来源来讲 刚刚瑞涵讲的重点 就是你要斩断他的经元 为什么 他们一定要有钱 才能支援他的恐怖活动 赶快进广告了 这一点是我想要听仔细的 你因为有钱 才敢作怪嘛 才敢危害大家嘛 熟寸体的老师学生 你也这样杀 所以呢 断了他的经脉吧 进广告 回来之后让宇哥来说 到底他们的盈利所得有多少 又要如何断了 他的收入来源 恐怖组织不能小看 另外一个 我也再也不敢小看他了 自动贩卖机 我投钱 东西就掉出来了 这是我决定我要喝什么 要吃什么嘛 这个自动贩卖机 他来决定 我要喝什么 吃什么 好厉害 好聪明 但是他是谁 回来 准备 快来一程热水澡 嗯